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星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2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 川普移民政策急转弯是否会延烧到华人 中国军队高层大换血意图对内还是对外 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 美国华盛顿华社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资深移民律师张先正先生 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 高文谦先生 政论作家 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 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观众朋友 为了加强和您的互动 焦点对话建立了专门的电子邮箱 来和您对话 邮箱地址是焦点对话atgmail.com 您可以提前就讨论问题发表评论 我们会把精彩的评论用在节目当中 请记住邮箱地址是焦点对话atgmail.com 好 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美国的内政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后惊奇不断 这个星期最大的震撼弹 是签署禁止叙利亚难民 和七个穆斯林国家民众入境的行政命令 在全球引起反弹 也激起美国民权团体科技行业 和学术界的抗议声浪 但是川普要做的可能还远远不止于此 根据华盛顿邮报等美国媒体的报道 川普政府还在研究更为广泛的移民改革方案 限制依赖福利救济和竞争就业机会的移民 如果这样的措施生效 不仅代表美国移民政策急转弯 也涉及来自所有国家的移民 影响将极为深远 那么对移民提高门槛和增加限制 是否代表美国未来政策的方向 这些措施当中哪些可能影响在美华人 和希望赴美的中国民众 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事先我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 非常简短的来总结一下 你对川普总统的这个限制移民的禁令 有什么评价 为什么川普现在把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来讨论 那么首先请程晓农先生您来回答一下 你的重点其实是非法移民问题 因为美国和墨西哥边界 有一部分是完全没设防 自由开放可以自由进入 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已经达到一千一百多万人 那么他们当中的四分之一就住在加州 加州对非法移民实行非常宽松的政策 所以很多人呢 不交工作 不交税或者是逃税 同时享受大量社会福利 我这里列举几个数字就能说明真实情况 加州的人口和GDP 大概占美国全国的12%到14% 但是加州的社会福利支出占全美国的三分之一 而加州州政府支出的各项开支当中 有37%要靠联邦政府补助 也就是说美国纳税人是不可能养活全世界 想到美国来享受福利的人的 如果上述的这个非法移民现象不制止 美国纳税人的社会福利负担会超出他们可能承受的程度 现在美国已经国债台高出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早晚一天 中美国的财政就会像欧洲那样面临破产 好 陈伯宫先生 我们知道当然这个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考虑 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人也反对这些移民措施 认为是违反美国这个多元和人道的一个价值观 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川普推出他这个移民禁令之后 受到很多的抗议 引发抗议潮 看上去要声势正天 这恰恰说明美国是个民主社会 人民有抗议的权利 如果在有些国家恐怕人民做不到这一点 另外在司法界引起了一些质疑 有的法官表示抗拒执行川普的这个命令 还有一些法官甚至起诉川普 像印第安那州 那么就像这个联邦法人起诉 那这些都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正常现象 但是我的川普的所作所为 还是兑现他的竞选承诺 因为他在所有这些举措 在竞选的时候就提出过 包括限制穆斯林入境 限制这个非法移民 打这个不太接收难民 或者控制难民等等 所有的包括在美墨边界修建墙 那么他现在兑现 在打破了一个传统 就是前几任美国总统 在竞选的时候信誓旦旦说了一些话 上任之后不一定做 或者大打折扣去做 那川普呢他是大胆地去做 虽然还没有全部的兑现 他的竞选诺言 但是出现了这样一个人 他感觉对线诺言 我觉得是一个耳目一新的感受 而且在民意测诺中 56%到57%的人 支持他的这些新举措 我觉得他是写民意形式 就跟他写民意当选一样 好的 高文青先生您的看法 川普的移民禁令呢 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弹呢 主要有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呢 是这个禁令是否违宪 第二个是执行层面的问题 那么川普的话呢 他这个禁令的话呢 他是为了的话呢 防止这个恐怖袭击 但是呢 从法律的层面呢 有这个宗教歧视的嫌疑 那么的话呢 尤为呢 美国立国的传统 我们知道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当年五月花号的清教徒 就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 那么创建了美国 那么从执行层面上来看呢 川普呢 这种做法的话呢 刚才破空讲呢 是耳目一新的感觉 但是我看的话呢 表现了他的这个执政风格 是一种说一不二大老板的 这么一种做派 这个敢作敢为 但是呢 做事呢 这个鲁莽 草率 那么就 关于这次禁令的话 就甚至于连 美国的国防部长 这个后任 当时后任 现在已经正式的国务卿 国土安全部 这些司法部都没有大招呼 结果造成一片混乱 甚至于把当年给美军当翻译的 和绿卡持有者 都给扣起来 那么毫无疑问的话呢 这个伊斯兰教义呢 确实是有这个偏激的地方 但是的话呢 它确实它本身需要 通过这个 像基督教一样 通过宗教改革 来进入现代文明 但是这种东西呢 光靠禁令的这种做法呢 恐怕是收效不大 必须综合治理 好的 张先生律师 我们知道这个 当然华人群体最关注的 当然就是川普的移民政策 对于华人的影响 那么我们知道 华人我们可以把它们 分成两大类 一类呢 是已经在美国的华人 一类呢 是已经准备赴美的华人 那么我想 我们先从在美的华人 已经在美国的华人 你觉得他们从法律上 可能会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 请跟我们分析一下 川普总统的这个 行政命令的最主要是 根据宪法 还有移民法呢 212F 授以给他总统的权利 他有权呢 在任何时间 发布这个 Executive Order 行政命令呢 来制止任何对美国国家安全 或者国家社会福利 有影响的任何移民 非移民 或者难民进入美国 那对中国的移民来讲 到目前为止的禁令呢 对我们中国的留学生 或是这个移民来讲呢 没有太大的影响 为什么在这一次禁令当中 本来他是说 所有的非移民 这七国家 非移民跟移民 是有绿卡的人 都被禁止入境 后来他把永久移民钱拿掉了 因为他的行政命令呢 是包括immigrant 但是呢 在移民法上面呢 拿到绿卡人 是有受到极大的保障的 所以他的这个 白宫的这个 Chief Stop 也说呢 这个移民绿卡 包括在内 那中国人呢 到目前为止呢 并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当然福利方面 还有H1 L1 他们在做研究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声讨 可能将来 一步一步的步骤呢 会影响 但是呢 不管怎么做 他都要符合美国的宪法 跟美国的移民法的规定 除非他找参众两院 通过一个新的移民法 要不然的话 行政命令不能违反移民法 好 陈享龙先生 我们知道现在 彭博社和华盛顿邮报等 美国媒体提到 两个大类的人 一个就是 H1的这个工作签证的移民 可能会受到影响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知道移民福利方面 也有很多的这个猜测 但是并没有具体的措施出台 那么您了解的信息是怎么样的 我想先谈一下H1 就是工作签证问题 美国每年颁发8.5万个工作签证 6万5千个是本科性学历 2万个是硕士以上的高学历 中国留学生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因为很多人毕业以后都想留在美国 现在在美国 根据去年11月 美国国际教育学会的报告 公布的数字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大概有三十几万 其中学理工的有十几万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8万5千个工作签证 十几万中国留学生 很显然不是所有的中国留学生 都有机会留在美国 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 就算把所有的工作签证 全部给中国留学生 不给其他国家的留学生 中国留学生也只有四分之一 有可能在美国获得工作签证 那么现在的实际情况是 这个工作签证 特别是本科工作签证 相当大一部分 大概三分之一 被13家全球外包公司所控制 被他们通过抽签和各种技术手段拿走了 其中又大部分给了印度人 而现在华人通过抽签获得的 这个工作签证 可能获准的几率 据说是6% 这个张先生可能更清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按照现在的这个状态 中国留学生通过工作签证 留美的可能性本来就不高 今后如果说这个改革一下 现在这个本科学历的工作签证的 这个申请方法 减少那个大型外包公司占有的份额 那么对中国留学生来讲 反而会有正面的意义 好的 当然对中国的高学历的这个留学生来讲 他们如果在美国的这个就业市场上 真的具有竞争力 应该这个工作签证问题对他们影响不大 好的 陈博工先生听您您的看法 就是移民方面的措施 对于华人的影响 刚才张律师提到说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华人构成影响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说随着川普对移民的控制 对非移民的管制 尤其对这个非法移民的这个这个限制 逐渐会影响到华人 我觉得这个影响会有几方面 一个刚才小龙也提到了 就是奥巴马政府时期 对留学生有两个利好的政策 一个就是说工作实习期 OPT那个阶段是延长 原来一年有的是有的专业 长了17个月甚至20多个月 21个月 那么现在肯定是这个要缩短 另外呢 在川普境内要缩短 另外还有一个工作签证 H1B呢 奥巴马时期间就是说 允许H1B这个工作签证的配偶也工作 那么现在这个可能会被取消 这个对留学生 中国留学生会有影响 我希望中国留学生呢 能够这个就是说 掌握这个时机啊 就是说有些该办的时候 需要加紧办 另外呢就是说 这个这个要做好一个 就是说政策变化的一个准备 那么这个政策可能导致 中国留学生 在学程后归国的数量会增加 这个留学生倒有思想准备 毕竟现在呢 美国移民和非法移民的问题比较多 跟美国造成了一个问题 中国留学生呢 要有准备 而且这样中国经济条件还比较不错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进有退的准备会防范有未来 另外一个影响就是说 这个在华人中呢 就是那个绿卡 持绿卡者领取这个 如果是瞒报收入 这个领取福利的人呢 要注意要小心 我觉得还是要这个诚实 培养一个诚实的品 诚信的品格 努力工作为上 不要这个就是说 仅靠现金收入隐瞒 收入依靠福利 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个很好心的人 他到了美国之后 这那个一二十年 他的主要的事情 就是把他的亲属啊 家属都移民过来 结果先后办了几十个移民 他很夸耀呢 就是说他这个 这个这个一天的晚上 都在跑这些文件 跑的结果 几十个亲人都来了 亲戚都来了 但是他也夸耀说 这些人都来了 领取了美国的福利 我觉得这个美国 构成了负担 等于说专控制 给华人是个不好的示范 而且呢 我遇到一些福建人 福建人也很自豪地 跟我说 到了美国就领取绿卡 然后就这个移民 然后就回去 把这个福利啊 什么退税啊 到福建回去 那个度假的时候 就赌博打麻将 然后打完了 就又回来这个领福利 听上去好像很自豪 但是我觉得 既然你来到美国 还是应该有心 要去建设这个国家 做出自己的贡献 跟美国共同去繁荣 追去一个未来 而不要这个偷奸耍华 对华人来说 但我们站在华人的立场 是要 就是说给华人忠告 以保护 尽可能维护他们的利益 但另一方面 我们华人 要为华人争光 就让华人有个好的形象 在美国和国际舞台 好的 高文谦先生 这里面的话呢 华人主要有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 是移民过来之后 像破空小农 都讲到 他们领取福利 钻着美国政府的控制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完全没有一个法治观念 这部分人的话呢 我相信在随着川普 进一步的 这个移民政策的收紧的话呢 会 会 这个 成为这个 这个 持鱼之央吧 另外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所谓这个 国内的小粉红 这些人呢 在国内受到了 这个高科技的 这种 那个 高等教育 另外呢 是国内的 这个 这个 所谓白领 他们现在的话呢 希望移民到美国来 通过 通过这个 生育旅游啊 通过的 通过这个 上学呀 来把全家给搬过来 逃避中国的 种种的问题 比如说像教育问题 像雾霾问题 等等 而这一批人的话呢 我相信的话呢 他们也会感受到 川普的 这个移民政策的 这个 一步一步的收紧 所以刚才呢 破空 讲的话呢 劝他们 能够尽早来办 但是我觉得的话呢 在这些问题上呢 还是顺其自然吧 这个 对这个川普的 这个 这个移民政策的话呢 恐怕还是要 小心为好 好的 张先生先生 您是一个资深的 移民律师 那么在移民法方面 肯定有相当的了解 我想就几个具体的问题 请你每个简短的回答一下 那么首先 大家刚才都关注的 就是一个 工作签证的问题 那么根据 彭博社的报道 工作签证以后的 门槛会提高 也就是说美国公司要雇佣 这个外国的移民 需要至少好像是 13万5000以上的年薪 那么现在有这个说法 就是说给美国公司 施加很大的压力 那么我想听听 您对H1门槛提高 有没有一些了解 我想这个问题 事实上呢 是一个加州的 在Congressman提出的 一个法案 但这个法案要通过 经过众议院通过 再经过参议院通过 在过去十几年来 任何的移民法的法案 都没有办法通过 参议院通过 所以我不能把那个东西 一个报纸上的报道 当作是事实的法律问题 所以我根本不加以考虑 但是我们确实在白宫的 这个内政部的白宫助理 他确实提出一个proposal 在未来的180天之内 要所有的state department 国务院 国土安全部 还有劳工部提出 所有的研究方案 关于所有的E1 或者B1 或者H1 跟L1的签证 都要做好研究 统计报告 对于这些人 在美国非法的打工 或者不照法定规定 在工作 或者雇主有隐瞒 这一类的问题 要提出个检讨报告 在未来的90天到180天 白宫可能会定出一个策略来 研究说要怎么方法 让美国事实上 主要是川普的选民 中西部30几桌的选民 他们很多失业的 没有工作机会的人 怎么样能帮助他们 这些可以找到工作 把工作机会留在美国 而不要给外国人来工作 我想这是川普主要的目的 所以他也认为L1A 很多公司 或者H1B 很多公司都在作假 所以他要加强调查 搜索的能力 增加资金 来调查跟搜索 这些L1A的公司 或H1公司 是不是真正达到 他们该做的目的 真正照他们所申请的目的 来做这一件事情 这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好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也非常关心的 尤其是在中国 希望赴美的这个华人 那么他们提到 就是投资移民的门槛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传言 就是投资移民门槛 会大大的提高 也就是需要在美国的投资量 那么您对此 有没有一些了解呢 也想听听您的看法 在1990年刚刚开始 这个EB5 这个投资移民成立的时候 那时候是50万跟100万 那时候50万根本没有人要成立 因为50万事实上是在落后地区 那100万呢 当然只要在任何地方都给投资 那没有人会投资50万在落后地区 或者才有一个区域中心 就成立 成立以后就造成很多的过病 因为只要50万就很容易 那现在已经过了 从199年到已经过了20几年了 这个投资的数字一定会增加 不增加的话 事实上是太容易了 太多人可以滥用 所以他们一定要增加这个投资数字 那我觉得增加投资数字 才能真正的增加就业机会 因为10个的工作就业机会 事实上是非常难的 所以在移民法的EB5 最多的拒绝 一个就是你的income的数从哪来来 你的资金从哪来 因为很多没有办法赠成资金 另外一个就是 你10个员工怎么雇用 所以你有大量的资金进来 增加就业机会 那你才有成功拿到EB5的机会 那EB5的这个整个过程 走进正确合法的路程 因为事实上很多很多被骗的 都是因为50万的基金被骗掉了 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好 张先生再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们知道曾经有这个 就是在加州那边特别严重 就是比如说从国内的人来 怀孕的人到这边来生孩子 然后孩子以后也有公民权 那么这是根据美国的法律 就是在美国出生的人 具有美国公民权 但是这个法律被一些人所滥用 那么我想问 您觉得您是否预见 未来会对这样的行为 法律灰色地带的一些行为 采取措施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非常难 因为主要是说他如果进关了 事实上这个问题不要从今天开始 也不是说我们中国大陆开始的 事实上以前台湾人 或者更早的香港人 都做同样的事情 事实上1950年代很多电影 明镜从香港少子明镜 都到美国来生小孩 这个是经常长期的 而且欧洲也是一样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可见得这个问题 是很难解决的 那因为除非他更改宪法 说你身在美国 不算是美国公民 要不然的话其他人 个人会用各种方式 来进行这种 达到这个目的 当然主要是因为美国这么强大 这么多工作机会 大家都想在美国享受自己的环境 所以这个问题 纵使他要干涉 只能干涉你B2进来的人 或者他检查你 进关的时候有没有移民企图 这才是主要的问题 方式来解决问题 要不然人家抓的话 当然他扫荡那些 抑郁中心 生小孩中心当然也是个方法 但那是跟我们移民法 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主要它是扫荡 真正的是经济犯罪的问题 好的我想在下一步 听听陈晓农先生的评论 我们知道从新闻报道来看 川普的这个移民禁令 在国内外引发相当大的 这个抗议声浪 那么但是也有民调显示 超过一半以上的美国民众 是支持这些措施 那么当然川普 他说他的移民禁令 是在实践 他的这个美国第一的 这个竞选承诺 但是我想问 就是这样的限制移民的 这个法令 是不是真的符合 美国的国家利益 比如说高科技行业 现在反弹非常厉害 觉得对于工作签证的限制 会破坏美国 在高科技行业的竞争力 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高科技行业 现在的一些说辞 是站不住脚的 我前面提到了 美国的这个工作签证 分两类 六万五千个是本科学历 对高科技行业来讲 本科的电脑专业的学历 也就是programmer 也就是程序编制员 这样的程序编制员 没有理由 非要靠印度人才能做 实际上美国国内的 各个大学的电脑专业 每年培养几万 十几万这样的电脑程序员 完全可以用本国人 那么现在之所以会发生说 高科技公司 依赖印度人来做 这个电脑程序 就是前面李先生谈到的 有一些包括印度 本国的大象Tata 这样的这个大型外包公司 利用技术手段 比方讲一个人同时申请 几十家公司的工作 是由他们来外包公司 来帮着操作 然后让他抽签的 中签率大大上升 因此印度人 通过这些外包公司 在美国拿到这个 本科工作签证的人的 这个中签率 往往达到百分之六七十 而华人相对来讲 他只自己 直接去申请才百分之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利用这个控制 形成了一种工作签证的 欺诈现象 其实在这些高科技公司 并不罕见 很多印度公司 把这些印度签证 给了印度人之后 很多人就留在印度工作 然后再移民来美国 有些人根本资历就不服 或者资质不够 这些高科技公司 心中完全清楚 所谓的影响他们的发展 这不过一个说辞 一个借口 另外还有两万名高学历 就是硕士博士的 那个工作签证 那个签证申请本来就不难 高科技公司呢 其实也顾不到 那么多高学历的 所以他们讲的说法 其实是夸夸其谈 好的 那么陈默国先生 您觉得就是对于移民的限制 包括移民门槛的提高 刚才张先生先生也提到 就是还有福利方面的缩减 你觉得是不是代表 美国未来移民政策的 大的方向 你觉得是什么 美国的内因和外因 造成了这种移民政策的 这种转向 您的看法是什么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两百多年来都形成 包括川普的家族 也是移民来的 从德国 那么这个移民国家 现在就说 已经发展了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泛滥 就是从合法移民到非法移民 到这个大社 这么一个恶性循环 那么现在川普的政策 应该说是往回调 就是说鼓励合法移民 但是限制非法移民 尤其可能不能够 让外界以为有大色 像墨西哥的这些人 以为有大色 都纷纷拥过来 那么这样一个调整 它实际上是有利有弊 比如说刚才 几位都提到工作签证 工作签证里面 川普的政策 如果调整的话 他对留学生 或者移民的话 不利的一方就是 他们会减少留在美国的机会 会减少被雇佣的机会 但是有好处就是 如果他们有政策思学 有杰出的才干 一旦被聘用会获得高薪 因为实际上H1B工作签证 被一些公司滥用 目的不是留住人才 目的是为了节约成本 他们往往给这些人 这些外籍人士 或者想拿绿卡的人士 以低薪待遇 所以说把他们留下 虽然说硅谷有三分之二 是印度一或者华一 或者东南亚一的人当主管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人当主管 那自然有本地人 会去当主管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问题就在于说 他们是为了节约成本 那么但是如果说 现在川普调整了说 你聘请一个H1B的人 要给他13万以上的年薪 那这个人一旦被聘请 他的待遇是非常高的 所以另外同样道理 在其他方面也是这样 你比如说他 川普现在给中东的一个县令 七大穆斯林国一个禁令 但是川普同时提出一个 在沙特和野门 建立一个安全区 安治难民 由沙特除钱除力 这个已经在进行中了 那么这个政策的意思就是说 中东的问题在中东解决 就地解决 我觉得这是一个平衡的方式 同样道理我们看到 朱利安尼在1993年 对纽约的治理 他有一个特色 他把纽约的警力 从事后办案 调整到事前防范 其中有一个盘查制度 极大的改变了 纽约的社会治安 纽约的治安是犯罪的 连年下降 到现在为止 在全世界 百万人以上大成熟 上网一查 纽约是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这个跟朱利安尼 当时的铁碗整顿有关 盘查制度带了一些人权问题 有些不盖被盘查的人被盘查了 比如说黑人被盘查了很多 这是一个人权问题 但是这个盘查制度 的确是让纽约更安全 我觉得川普在放大 朱利安尼的政策 在整个美国或者边境 加强某种形式的盘查制度 将来会看到这个效果 美国的安全和美国的 这种移民 非法移民问题 可能会大幅度的减少 好的 高文青先生 我们知道川普竞选的时候 不少的华人 有些华人选民 对他抱有比较乐观的态度 那么现在这种乐观的心态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所改变 有些人我们知道 最近中国新年 川普没有按照过去 美国总统的惯例 给亚裔社区拜年 也引起了一些讨论 那么您的看法 您觉得 是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样 川普是骨子里面是反移民 还是您自己的看法 观察是什么 我先回应一下 刚才关于这个 就是高科技 这个移民的问题 我有些不同的看法 因为高科技 是美国引领世界潮流的 这个推动力 那么川普 他是个建筑商 他更多的是 关注的是传统产业 那么的话 这个相反的 对这个高科技的话 这一块 他现在就出来之后 就形成了 对高科技造成某种伤害 刚才小农说的话 好像不成为问题 但是我觉得 我注意到川普进出来以后 硅谷的这些大公司 苹果 微软 这个谷歌 这些纷纷都出来 我相信这些公司的 这个高管 这些大佬们 他们更清楚 这些高科技的人才 对美国高科技的 这种起的 这种发生的这种作用 因为培养一个人才 是不容易的 所以呢 川普的禁令 现在呢 就是想把工作机会 拉回到美国来 但是现在某种程度上呢 是为蒙其力 先让高科技 这个受害 这样的将油损美国 这个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 这个这么一个国力 那么再回到刚才的 这么一个话题 那么川普呢 他这次新年呢 他是打破 中国新年打破惯例 没有到这个 像这个表示这个祝贺 那么当然他事后呢 他做了这个弥补 伊万卡的话呢 他派着伊万卡 那又去做了一下 补救了 但是呢 川普他这个人的话呢 咱们可以从他的首席顾问 班农来看 班农呢 被很多人就认为是 白人执事上主义者 认为呢 只有从欧洲来的移民 才是真正的移民 那么的话呢 我们知道啊 华人在美国能够堂堂正正的 站立起来 能够享受各种权利 实际上是得益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民权运动的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呢 华人呢 出于各种原因吧 投川普的票 但是呢 我希望的话呢 不要忘记 在美国历史上 曾经有排华法案 这一幕 如果忘记的话 我认为将是忘本 好的 张先生我想再还要请教您 几个有关移民的问题 还有法律方面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刚才各位都提到 就是有很多 那么在美国生活 拿了绿卡 但是呢 享受美国福利的这个华人 那么川普的移民措施 出来以后 很多人就很恐慌 那么也有传言说呢 川普政府甚至可能 未来考虑遣返那些 依赖美国福利的这些 哪怕是持有绿卡的人 我想问一下 从移民法的这个角度来看 您觉得这样的举措 有没有可能 颜色上是有可能的 因为颜色上如果一般 到国内来的 或者我们这个 海外来的移民 都是子女 在那边高科技留学以后 然后帮他们父母拿到绿卡 那父母亲拿到绿卡 颜色上在五年当中呢 他们不能成为美国政府的负担 那有些人就去拿老人福利 到老人中心每天都能接送 去享受这个每天的这个照顾 那一天就是75块 所以这种负担相当大 那这里面都有走到一些 这个移民绿卡的这个偏师里面去 因为如果你拿绿卡 你成为美国政府的负担的话 你呢如果进出美国的时候呢 你可以被排挤在美国移民之外 因为你成为美国的负担 而且呢他可以向他的子女 就填过生活担保书的人 要求这一笔费用可以要回来 但因为美国毕竟因为 执法的能力没有那么强 所以大家都钻这个漏洞呢 就拼命享受这种福利 所以我相信呢这一方面呢 川普的这些这个保守派的人 都已经看到了 所以他们要做这方面的研究呢 怎么样把这个关于移民 或者非移民取得美国的福利的 这个方式呢 尽量的想办法把它弥补 把它拿回来 所以这些如果有绿卡的这个父母亲呢 继续享受这种福利的话 要特别小心 这是我个人看 张先生您刚才提到 我注意到您说到一个说法 是五年之内 就是拿到绿卡 比如说子女担保 五年之内的这些子女 那么他们的父母享受福利会有问题 那么如果是五年之外 比如说拿绿卡已经十年的人 比如这样的人 会不会又是另类相看的 还是另外一个类别 那个是另外一个类别 但是他如果进出美国的时候呢 因为你每一次进出美国的话 你就像一个新移民一样 他可以重新减合你 那如果你曾经成为美国负担的话 那这一条呢 任何人成为美国负担是不能移民的 他可以利用这一条来对付你 而这些人 如果不进出美国 也让他们没有问题 如果他进出美国 那他就会有问题 或者是他拿到公民的话呢 他也没有问题 那么您觉得近期 美国近期有没有可能推出 类似的这样的措施 我想白宫这个内务部的这个所长 他已经有一个这个memo 给了这个总统要求 在这一方面 这个美国这个福利部的话 还有这个劳工部 他们在做研究 在未来120天之内 他们会提出一个研究报告 也是专门针对这些移民 后非法移民在美国 取得美国福利这个方面 他们要针究研究 在120天之内 他们会做出研究报告出来 好的 张燕正先生 再请教您一个技术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民众 中国民众 比如说享受这个免签 免面试的这个签证 那么现在您是否预见 这个很大的这个方便 也会被取消 这个已经 我想确实已经通过了 国务院已经从现在开始 因为以往说 如果你签证第一次拿到 比如以前是一年一年的 然后你第二次再签的话 或者是十年的话 你第二次再签的话 你就不需要再去面签了 你只要直接邮寄进去就可以了 还有旅行社帮你 外包公司帮你做 那从现在开始都必须要 就第二次第三次签证的人 也都必须要去面签 不能用邮寄 所以H1B的人 然后L1的人 他如果再回去签的话 每一次都要面签 而不需要 不能再用邮寄的方式来签 这样 已经已经 行政民已经通过这个方案了 好 张先生最后一个问题 也是技术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 那么现在因为收紧移民 您是否预见未来 比如说绿卡转公民 或者是说移民申请绿卡等等 会出现一个高潮 那么会相对的 也就会比如说延期 各种各样的程序也会慢很多 因为会有大量的人潮涌进 这个宅门 那么您是不是预计 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我相信会的 因为事实上 在移民级里面 他们已经成立了工会 以往是没有工会的 最近之前他们有工会 移民级的工会 严工的工会里面 他们一向 有一些人都是反移民的 所以他们在移民的处理方面 事实上也慢慢的放慢 而且美国移民局 现在也放了很多外包工在做事情 所以为什么现在H1 BIL1 各种半移民的东西都变得非常复杂 非常的艰难 就是因为这些外包公司 他处理案件非常非常严谨 而且每一项细节 他都要调查清楚 所以把所有的案件 都一直往后拖 那对于这些 这个移民局的工会的人 或对保守派的人 他们认为这个方式 对他们是正确的 因为他们不需要 这么多移民进入美国 所以他们所有的行政效力 各方面都往后拖 慢慢越来越慢的 那至于考公民的情况 也是一样 我们其实在克林顿时代说 因为任何人的 美国的共和党 跟民主党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因为民主党认为 移民进来大概60% 70%都会投给民主党 共和党认为30%投给他们 所以移民对他们是不利的 所以他们不愿意 建制这么多公民 所以克林顿时代说 他经常大规模 在怎么体育场里面 上千人一起宣誓成为公民 因为他这些人 都会投票给民主党 那现在这几年来讲 不许以后这几年的宣誓公民 就慢慢越来越慢 为什么 因为共和党认为 他们这么多公民 成为公民对他们是不利的 所以他们不认为公民是 所以这个都在政治上面 他们在行政上 是移民法上面 采取一种反慢的措施 对执政的共和党 是会有利的 好的 这个节目还有几分钟 最后我想请每位 用30秒钟时间 来最后总结您对这个话题 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首先请程晓东先生谈一下 30秒钟时间 谢谢您 好 刚才李先生谈到了 中国的永久居民 或者从中国移民来的 美国公民 把国内的父母 搬到美国来永久居留 他们来的时候都要填一个 R131表 这个宣示表 我觉得好像根据表的内容看 并没有五年有效期这一说 这个表是永久性的 这个表上宣示 这个担保人 担保这个申请来的亲属 永久不会成为美国政府的公众负担 所以不是说他的父母来了五年以后 就可以自然地享受美国福利 而是应该永久性不享受 另一方面 很多父母在中国是零有养老金的 也就是说 他们把中国的养老金隐瞒了 到美国来告诉美国政府 说我是穷人 我一分钱收入没有 所以需要低保救济 实际上这属于欺诈 好的 陈破空先生 30秒 这个川普的禁令 雷令风行 但是要注意一些个案 就是像那个伊拉克 一个人为美军 担了十年翻译 都受到盘查扣押 这个是不应该的 好在美国是一个人权和法治的国家 就是说川普的禁令 不太可能走得太远 另外一点 我想中告华人或者其他移民 就来美国 据说不仅是要移民美国 要认同美国的价值和美国的文化 这个包括多元文化和普世价值 不要动不动 制造这个红海洋 居五星红旗 如果这样的话 川普说个一句话 他们接受那些热爱美国的人 而拒绝那些对美国抱有敌意的人 如果有的移民生活在美国 却对美国抱有敌意 支持母国利益 而且支持母国利益到处了 把这个母国的政权的利益 放在上面的话 恐怕将来会引起潜在的麻烦 我希望这一点 应该有所改弦一辙 好的 高文静先生 30秒钟时间 川普上台仅仅半个月 现在对他进行全面的评价 还为时已早 那么川普究竟是能按照他所说的 能够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 还是损害了美国的信誉 和世界的稳定 我觉得时间是最好的答卷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川普时代将是动荡和不确定的年代 好的 张先生律师 最后请您来跟我们这个节目 作节 30秒钟时间 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高科技H1的学生们 你不要担心 因为我们只看移民法 现行法 到目前会对你们没有任何影响 我们积极往前看 正面的乐观的往前看 因为高科技的人才 事实上是美国工业界 也是川普他们需要人才 所以未来对我们这些留学生来讲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好的 有关川普总统的移民禁令 可能对华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 感谢美国华盛顿 华社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资深移民律师张仙正先生 在百忙中抽空来解答我们的问题 感谢您的参与 好观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中国军队高层密集调整 目标对内还是对外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 75周年台庆 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 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 心中快乐 谢谢您 谢谢收看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 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 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 这就意味着 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 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 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 再合作 75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像母帅 一锦 一键 一起来 最高 二锦 二锦